第九百七十四集 这是炼狱一样的折磨 而他的神识也是飘忽不定 金色的小人一动不动 盘坐在眉心前 死咒之火将其淹没 叶凡知晓 他能够坚持下来 不仅是因为圣体生命力超越其他人 还因为绿铜块与那张星空图 虽然都不作为 但却也有大用 天地为炉阴阳为火 化成了一尊可怕的神炉 真实的显化而出 将叶凡困在里面断烧 第四十九日 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狂风打坐 赤裂的电光倾斜而下 如九天银河坠落 变态呀 这个时候杜劫了 七七四十九日的熬炼 都未能将他炼死 却在这个时候突破了 怎么可能 身体太可怕了 叶阳教主 难道白死了吗 他竟然在垂死之境 引动了天结 要借此而再生一层楼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叶凡太顽强了 被炼化了四十九日都不屈 还在这种关头突破 实在变态 万丈雷电从天而降 比以往的天结都可怕 因为这一次是突破大秘境 而非一个小境界 画龙大圆满 龙腾月仙台 所引动的天结 景象恐怖的吓人 在叶凡那干枯的身体中 脊椎一条大龙昂首而上 直冲仙台 成为一道永恒的神光 辟逆天下 这条龙真的复活了 而今要进军更高的境界 吐出一颗仙珠 点化成一座无上仙台 雷电垂落掩埋山地 一片汪洋 无边无银 所有人全都倒退 这是一场浩大的天结 让人发神 闪电的海洋恐怖无边 蹦出一道电芒 就将一座大山打成了飞灰 这 众人惊悚 这么多闪电 将会有何等可怕的伪力 全部落下来 这仙徒都将不复存在 不过 这一次的雷劫很特别 只是偶尔窜出几道电芒 相对来说非常集中 一起压落埋向叶凡 不会乱打向他出 机家的大能瞪圆了双眼 不是一般的天法呀 古来没有几次 定会有悬疑莫名的事情发生 但凡堵这种劫阀的人 都是遭天堵的逆天妖孽呀 闪电汪洋坠落 巨大的声音批得人耳骨剧痛 许多人都倒翻了出去 耳中出血 根本不能站在原地 在那万丈殿海中心 叶凡依然在对抗死咒 浑身都在闪动神灰 脊椎骨的大龙昂首而上 土珠化仙台 与其头颅重合 这就是最后一个秘境 仙台 人体大龙养成 一跃而上 登天为台 进入最后一个秘境 悬而又悬 他的机体虽然破败不堪 但却化成了一道永恒之光 龙月而起 照耀万灵 回归原始 又开天辟地的玄机 天洁很特别压落而下 迟迟未引动 没有攻击 但是恐怖神能却愈发的可怕了 射人心魄 那雷海中出现了什么 无穷的电雨 连绵成片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全都悚然 这种景象太过要挟 宏伟的宫雀 气势磅礴 在可怖的雷海中沉浮 那是古田亭 不可思议 太古传说中古田亭真的存在过吗 一万年前 妖帝与重建古田亭 是否与此有关 众人心惊胆战 在那无尽闪电中 一座又一座古老的建筑出现 全都是电芒汇聚而成 而今正在慢慢成形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天洁未批夜凡 不是无险 而是不到时候 还在急剧 人们相信 终极降临将会石破天津 此时 叶凡依然在经历炼狱一样的熬炼 金色的血液几乎干涸了 骨头都漏了出来 肉身破败 天地为炉 阴阳为火 交织在一起 真实显化 形成一个阴阳八卦炉 怎么会 真的有一口神炉 这是专为磨灭圣体而生 古老相传 阴阳教的始祖 为远古时最强大的一位圣人 天下无敌 晚年深化阴阳神炉 祭出死咒 磨灭过一个域外神灵 叶凡忍受无尽磨难 就是不屈 心智如铁 在死境中悟道 对抗死咒 与阴阳神炉内炼心 这尊火炉火焰赤声 将他身躯淹没 但是始终无法磨灭 两者堕一抗了 七七四十九日 依然无果 叶凡积累至此 引动了自身的雷劫 准备于内外一同打破 这尊神炉宛如亘古长存 腾腾燃烧 有不朽的神光 矗立天地间 炼化叶凡已经七七四十九日 阴阳二气流转 可怕无比 叶凡大喝了一声 给我破 时至今日 他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 破局就在眼前 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以天结破死局 几倍的大龙光滑万丈 将阴阳神炉的神光 都给压了下去 真龙跃起 他的头颅与龙头相合 演化仙台 轰的一声 盘坐于眉心前的那个金色小人 快速归位 两者合一 他成功登临人体最后一个秘境 与此同时 天罚真正引动 全面爆发 电海将他淹没 各种神光 无穷紫霄 大眼神雷 五行圆点 九级雷霆 无穷无尽 全部打了下来 这是一片沸腾的汪洋 属于劫伐的世界 也不知道 有多少种雷劫一同将士 一个个恐怖无比 成功破入一个大秘境 所引动的大天结 比以往恐怖很多倍 这样的劫难 圣主来了都得引恨而亡 然而 野凡却在苦苦支撑 他以干枯的身躯 咬牙硬挺着 用上仓之劫 来洗礼肉身与尸海 只为化解死咒 也不知道 有多少种雷光 被叶凡引进体内 全面洗礼肉身 永恒之光闪耀 无穷闪电 披舞 这是一场 惊世大劫 黄金血液飞溅 叶凡的残破身体 被打得千疮百孔 强大如他的肉身 都如此 可想而知 这次的雷霆有多么的吓人 他的骨头都被打裂了 白骨茬 森森 从血肉中支了出来 极度的血腥吓人 但是他连哼都未哼一声 依然引电入体 与此同时 他眉心那个金色的小人与肉身合一 进军先台秘境后 又重现了出来 盘坐须无间 张口一息 满天闪电垂落 全被吸纳了进去 金色小人 如一个无底洞一样 四方赤电 批来 海纳百川 全部都吸了进去 肉身与神石双双洗礼 沐浴上苍之光 闪烁刺目的光芒 这是一种害人的威势 圣体的肉身与神石都快支离破碎了 可想而知 其他人会承受什么样的后果 动的一声巨响 天地铜炉被打碎 阴阳神光四射 引动天结的效果终于显现了出来 阴阳死咒遭遇打击 这个世间什么阳气最重 自然是雷电 可批毁一切阴灵 磨灭一切暗黑力量 死咒也属于这一列 这是叶凡思虑后认为可行的办法 以此来破局 此时看来效果很大 绝对可以斩灭死咒 成片的雷光降临 各种劫阀分成 彻底将虚空淹没 最后一声巨响 叶凡那里一片通明 阴阳神炉被打散 彻底消失不见 死咒的力量被摸灭了 毁于天结下 但是这个代价非常大 叶凡没有引雷入体 自己几乎快被劈散了 断了上百块骨头 几乎没有人形了 就连金色的小人 也几乎被打得四分五裂 即将毁掉 他不得不如此 唯有彻底的放开 才能将死咒的力量斩尽 不然会留下祸短 后方 吉子月 庞博李 黑水等人惊呼 小叶子 卖金色衣裤